俄罗斯真的不行了!一周坠机两次,折损4名飞行员伤不起。 众所周知,在2011年年初叙利亚内战爆发在,受到了中东地区国家的关注,先后有多个国家加入到叙内战中。 而俄军也在2015年的9月加入其中。 对于叙利亚的作战装备,俄军提供了巨大的帮助,尤其是空中了军事力量。 在援助过程中,俄军的战机已经有不少战机坠,有被对方打落的原因,也有因为战机自身护杖的原因。 虽然俄军的空中军事力量完善不少,但是在飞行人员的培养与装备的围保的细节上,仍然存在非常大的问题。 除了在叙利亚战场上出现的坠事故,近几年俄军战机坠的数量也很多。 据悉,在2018年5月7日晚上,又有一架战机在旭的东部地区发生坠事故,导致两名驾驶员当场死亡。 俄军方面在5月7日晚上称,在旭东部出现的战机坠事故,可能是因为机械护杖造成的。 在获悉坠消息时,搜救人员就已经赶往现场,将两名飞行员的尸体带带回基地。 当时这架战机正在与旭境内的武装分子进行打击,也有可能是因为对方的反击而导致的坠事故。 在旭东部坠的战机是一款新型的武装直升机,由于机动性能良好而被运用到军事作战中。 为了方便飞行员的逃生与安全,驾驶舱的座位底下设置了弹射功能,会在螺旋桨掉之后将飞行员弹射出去。 而在发生旭东部地区战机坠事件前4天,一架苏-30SM战斗机在地中海附近出现坠事故,两名驾驶员依然是死亡的结果。 俄罗斯战机坠数量增多,与机械故障有助很大的关系,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零件质量的下降与围保工作不到位造成的。 俄军在进驾驶境内之前,也出现过直升机坠的情况,包含了多种机型,比如米-17,米-35以及米-28。 排除掉机械故障坠的原因,有不少架是因为受到导弹的攻击而坠的。 对方手中拥有的低空导弹,不仅对俄军的低空作战能力起到限制作用,让许方的作战能力也大打折扣。 。